哥哥 贝勒爷已经歇下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让开 哥哥 你去回避你们爷 就说我有急事 那当面跟他说 这 怎么 白天你把我放在 替你大半想 这会儿又拦着我 阿克顿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奴才不敢 好 躲着我不见识吧 今天你要是 不让我进这个门 以后就算你们爷 亲自来求我 我也不见 哥哥 哥哥 够哥 哥哥呢 大胆 放肆 对不住了 打扰你们的美梦 可否请爷 进一步说话 站住 爷 想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是不是平日里 对你太过骄纵 让你这规矩都没了 转过身来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大福建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知道 你知不知道剑州与叶鹤之间的关系 那你还来跟我说什么 你还来跟我说什么 你还来跟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是来求你 求你给叶鹤写一封信 告知姑姑的兵器 请姑姑的额孽 来一趟见证 贝勒爷的答案大得 东哥勇气于心 是 剑州 之所以跟叶鹤关系不好 就是因为你哥哥 那腰带不定的心格所造成 这几年 两个在边境上 经常与小菠草 随时随地都能引发大喊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有可能 帮忙碌她的成心 可是我问你 无论如何她是你的妻子 她陪了你整整十五年 无怨 从来都没有任何社群 她现在 不过就是肆虐自己的亲人 小燕塞接近她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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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了 她可能会死了 真可能 可能是她最后的愿望 你是她的男人 是她的丈夫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的 我跟这些男人整天打来打去 争来争去 可是这关她什么事 她有什么错 她没有错 都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错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哥妈送来了很多封信 说是想让你回家看看 我想你可以接着一个机会 亲自我每趟也后 把她的亲人们都接来了 我说是你一句 你相信肯定都答应你 这不两千七倍吗 怎么 你不愿意 爷爷 我愿意 冬哥呀冬哥 我冬 到底该怎么样冬 冬哥 冬哥 冬哥还是终于答应了你的机具 我终于梁岚的心意 并非向你写多 请贝勒爷恕罪 奴才刚才没拦住哥哥 自打他到 milhões Byz baz 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来求我 谁敢完的 是 陆蔡愚对 如此也好 我倒是要看看这叶鹤 到底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不养谷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哈敏给大福尽请安 平身吧 坐 这东哥哥哥跟着贝勒爷 也有些年头了 贝勒爷对他一向疼爱有加 从前是东哥哥哥年纪小 所以迟迟未行嫁娶之礼 可如今 东哥哥哥已经成年 这件事怕是不远了 听说 昨夜 东哥哥哥 塑在了贝勒爷房里 谁在贝勒爷背后绞射根 以和被叶鹤舍弃的灾心 伺候贝勒爷 他也配 八弟 你看 你要出远门 我就多帮你贝勒一些小东西 虽然五六天的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风餐露宿 马车颠簸 难免会吃些苦头 多贝些东西总是好的 多谢二哥 还有啊 阿玛给你指派的士兵 必定都是最好的 可是出门在外 凡事都要多靠自己 小心一点 总是好的 二哥的教诲 我记住 还有一件事情 二哥想要拜托给你 就是东哥 他心子急 此番前去叶鹤 虽然都是他的族人 但是 也指控有血缘之名 对他也是毫无怜惜之情 所以 还请八弟 多多帮忙照看一下 好 我一定护他周全 皇太极 我说你 我说你 你这是 搬家啊还是上战场啊 带这么多东西啊 你看看 皮毛 褥子 点心 补品 锅碗 瓢盆 你从哪儿搜来 这么多累赘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二哥给你准备的 你要是不喜欢 自己跟他说 走了走了 好 东哥 八弟他一向很细心 准备东西 也非常的周到 可是 等你赶到那儿 也就深了 所以我让众人 多备了些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还有一件 最关键的 给 这是什么 这个啊 叫安神像 你平日 不是很难入睡吗 到了那边之后 怕是会更加严重了 所以我为了这个 把它放在枕头边 就可以安然入睡 真的 好香啊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好 东哥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急 也不通知我一声 你这次回叶鹤 一定要万事小心 若是那不养骨感对你有一丝不好 我定要他好看 你这是干嘛呀 我又不是去龙潭虎学 别忘了 叶鹤是我的家 我回我自己的家 有什么可担心的 总之 你们接到人 一刻也不要耽搁 就立刻起上回剑州来 听到没有 知道了 大哥 知道了 东哥他要不是小孩子 这些事情 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吧 我跟东哥讲话 关你什么事 大哥 这么说话 你可就不对了 大哥 二哥 时候不早了 该出发了 八弟 此区叶鹤路途遥远 路上一定要小心 东哥就交给你了 是 大哥 哥哥 咱们该走了 东哥 路上多加小心 到了之后 保护好自己 放心吧 好 好了 你们都别站在这儿了 都回去吧 不用送了 走了 走 去吧 快 出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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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